翔行車行駛在隧道內 突然前方閃爍刺眼車燈 一輛砂石車迎面而來 兩車差點就要對撞 砂石車駕駛進擊往旁邊閃躲 自撞山壁 砂石車整台車塞住隧道 半偏車頭燈破損 好險兩車駕駛都沒有受傷 苦關攻斷人員隨即協助調度脫掉車 是一輛砂石車 因為違規闖紅燈而自撞隧道壁 車禍發生在24號早上接近11點 中橫便道1.2公里處 台巴037線 隧道長300公尺 寬度3米高度4.2米 狹窄的隧道根本容纳不了兩部車 因此入口處射耗制燈 綠燈才能通行如遇上紅燈 必須停等120秒 在中橫便道是特殊道路 並不受道交條例管制規定 所以這個闖紅燈的一個砂石車輛 後續會交由他們所負責的 契約的施工單位去做 依契約做財罰省處 那公務段也呼籲 綜合便道一般在通行的時段內 是有前倒後衛車做帶領的動作 所以相對安全 其餘時段僅供工程及公務 還有緊急事件通行 初不了解肇事殺死車駕駛 因為不耐久後衛的搶快 擅自闖進隧道 自撞山壁搶先似乎沒有比較快 三雄將軍啊 謝明珍 台中採訪的 請問一下